大家好,我叫陈寅昌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KPI曲线参数采集的一个方案架构 我们先看一下这图 这是在客户界面我们打算要呈现的 我们从运维层面采集上来的 KPI的变化趋势 从2017年一直到2012-2021年 我们的KQI KPI的变化是从下往上增长 它在我们的方案架构里面是这样实现的 大家请看这个方案架构图 简单的说 方案架构图分为三个层面 从低到高分为运维采集层 KPI计算层和图形界面层现层 因为采集层 基本上是部署在网络 还有Customer Care的平台上面 主要用于采集 线网的KPI参数和我们线用户体验指数 KQI KPI 那么这些KPI的参数 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 网络服务运营的一个质量 通过探证的部署 把KPI打点数据取上来以后 输入到KQI KPI的计算层面 这里面包含了有一些算法 有些是我们采购第三方的算法 有些是我们自己自研的算法 这些算法会把我们实时采上来的 KQI KPI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从而寻成我们曲线所需要的记录数据 这个记录数据通过OPAPI的接口方式 跟SQE平台相连接 SQE平台相连接我们支持多用户 多炒家的 可以是华为的SQI平台 也可以是其他第三方集成进来的SQE平台 SQE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是客户指定的 客户可以在这平台上面读出我们的KPI 变化的曲线趋势 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输出接口 把相应的报告和Dashboard 通过第三方工具把它展现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能看到的 这个曲线变化的趋势 好 这个方案结构架构介绍就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设计里面 我们下一个设计里面 我会不得有点 在这一方面 好